上回我们讲到, 汉少龙这次识穿那些女儿军的诡计, 连续赢了他们几场, 那些女儿军呢, 最后也都没了他父, 但也都非常佩服汉少龙, 大家就言笑甚欢, 一路到梁更天, 今天依依不舍地结束了这场的欢聚, 汉少龙和安谷稽一起离开昌文军他们的府邸, 在大街上, 汉少龙就对安谷稽说, 有件事我想请安卿帮忙, 安谷稽笑着说, 我和少龙都是一见如故, 你叫我谷稽就行了, 有什么事说出来, 只要力所能及的, 我一定会为你办妥的, 汉少龙见到, 两人的侍卫都相隔得多远, 压低一把声而已, 我想你为我封锁楚国边境的边房, 任何和那边的通讯的齐人, 都和我扣押起身, 安谷稽听到微微一阵, 少龙你要对付田丹吗, 正是凭汉少龙一句说话, 立刻就可以作出这么顺势的反应, 可见这个安谷稽做得这么军统领, 你都绝对不是僥倖的, 汉少龙细小声说, 没错, 但是我真正要对付人, 是女不韦, 储君和陆公都知道这件事, 不过这个是大秘密, 有机会安兴不妨和他们证实一下, 安谷稽说, 哎呀, 不用多次一举, 少龙难道会陷害我吗, 你这件事包我心道, 沉淫者就说, 我还可以想办法, 令现在驻扎在楚国边境的齐楚两军, 向后撤退十几里, 这样做, 有没有用处呢, 汉少龙听到觉得很奇怪, 安兄你怎能做到这件事呢, 安谷稽说, 我们和齐人的边境, 都是山野连维的无人地带, 哪个都搞不清, 哪个边界才能确切的分野, 只要我炮制几件意外的冲突, 再找来齐楚两国的将军谈盘, 各自向后撤退, 那田丹来我们秦国边境之后, 就依然要走回十几里路, 才能和他们自己的人马会合, 哼, 那时, 就算楚国境内的齐人收到风声, 逼近边界, 我依然可以借他们, 违背约定, 将他们包围起身, 加以驱赶, 小龙的行事起上来, 那便方便得多了, 我们大群怕个谁啊, 杭笑龙听到好欢喜, 和他认定了行事的细则之后, 这样才依依分手, 当他一个人翻到乌虎的途中, 不禁又觉得自己处身的这个时代, 真的好像发了一场梦感, 梦境和真实, 真是难以分辨, 自己来到这个时代, 由一个老岛的街头落托人, 变成了秦始皇身边的第一只雄人, 又和权倾天下的吕不韦分庭抗礼, 现在还用尽手段, 和明镇千古的田丹, 展开生死之争, 明云真是像这一只无形的巨手, 引导他和历史书上面讲的事, 以非常吻合无间的方式来创造历史, 但是, 既然是这样, 为什么历史书上面又没有他杭笑龙这个人物呢, 这笔像应该怎么计算, 自己到底应该有什么收场呢, 想到这里又不敢胡逃起身, 翻到乌府, 藤役过来, 跟他说, 田丹今天去上府找到雷不韦, 就路到中午饭之后才离开, 应该向雷不韦告你的总, 后来田丹又找到李远, 三弟你一句说话, 就吓得他屁滚尿凉了, 杭笑龙灌了一口酒, 那最好不过, 雷不韦为了安他的心, 一定会告诉他, 在田业之会的时候, 他杀了我, 就算李远走先一步, 田丹都不会跟他离开, 因为他怎样都要等我避害身亡之后, 才可以放心地, 经过楚国的边境回到齐国, 藤亦点一点头说, 我反而想不到这一点, 看来, 犹豫的在天之灵, 亦在命运中, 向这个奸贼索命, 康笑龙问他, 燕燕起草那封假信, 现在写完了没有, 藤亦点一点头说, 我已经用飞甲传书寄分了木墙, 听燕燕说, 赵一万个功夫, 清宿他们, 只能依据那封信的内容, 在春生军写给赵木那封旧信里面, 仿慕一封信, 保证李远看不出任何破绽, 飞甲传书, 是汉少龙引进乌家兵团的秘密武器之一, 使信息能够在木墙和咸阳城乌虎之间, 互相传递, 最近才实际应用这种秘密手段, 他们也是最近才实际应用, 两个人听到天亮, 藤亦先休息, 而汉少龙想起善犹, 怎么也睡不着, 于是, 他就决定去秦青的府邸, 去探计几燕燕, 因为几燕燕乌亭荒, 这几日都带汉保语, 住在秦青那里, 使秦青和纪燕燕, 两个都是以财艺美色, 名闻天下的美女得以相聚, 汉少龙来到秦青府邸的时候, 秦青出来迎接他, 竟然还睡着觉还没起床, 秦青望着他一眼就说, 汉统领你头发蓬乱, 衣冠不整, 肩膀还带着一片污漬, 而且两眼通红, 满身走气, 是不是昨晚还没睡过觉呢? 汉少龙反而没想过这么多的问题, 恶然的嘛, 你只是偷偷望着我一眼, 蛤, 就可以看了这么多事了吗? 这个时候, 两个人正是穿过花园, 向着几燕燕燕住的地方走过去, 秦青听到当同的脸一红, 即使说, 你这个人一说话真是又无礼又难听, 谁偷偷望着你一眼呢? 汉少龙听得出, 他虽然是责怪自己, 但是说话之中, 三分的责怪大约一分欣喜, 知道他不是真心怪责自己的, 就苦笑着说, 我现在的头脑依然是懵懵懂懂的, 唉, 我这个样子实在不配来见琴太傅, 免得我的酒气污染了太傅的身体幽香, 秦青听到这句话, 嘴唇停住脚过另个身, 还没有机会说话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酒醉未消, 塞云落派的汉少龙几乎撞入怀宝里面, 两人一起先惊呼一声, 各自向后退开, 琴青的臉面当同火热热热热, 汉少龙也手中无草, 哎呀, 真的对不起, 是我糊涂了, 有没有撞到你啊, 说这句话的时候, 自己刚才无意中伸手一感, 琴青空堂那种充满弹跳力, 和柔软如眠的感觉依然很清晰地留在自己的手里面, 琴青狠地泪了一眼, 跟着呢, 又回复一片平静地说, 大家都是无心知识而已, 算了, 不过旧仗都是要和你计算的, 一个首例的君子, 又怎能够随便地提及女儿家的体香呢? 汉少龙就拗着头说, 我根本又不是什么君子, 也都没有兴趣做君子, 坦白说, 我有点害怕见琴太夫, 因为竟然犯了无礼之罪, 自己都未知, 哼, 今天因为怕见我, 所以先见琴青去巴蜀之地, 好眼不见为静呢, 汉少龙一听到翻自己旧掌, 当堂感到头痛, 哎呀, 我只是说了一句说话而已, 琴太夫, 你还是不肯放过在下吗? 不如我立刻跪下扣头借罪, 好吗? 琴青见到他作戏好像真的要跪下, 即时大起一惊, 阻止他说, 喂, 所谓男儿亲下有黄金, 你, 你真的懂得散无乃了? 汉少龙也是作个撞的而已, 见到他这样的样子, 哎呀, 又有点恨, 又有点害臭, 又有点几分欢喜的, 亦时的心暗暗头笑, 伸了个懒腰, 走入路边一条小溪旁边, 跪下, 用手撥起清水, 痛快地敷在一块面上, 琴青看着他的动作, 双眼之中, 闪着大感有趣的光芒, 汉少龙洗过一块面, 当堂精神大振, 今天我汉少龙, 如下这半生的开始的第一日, 我一定不可以辜负他的, 琴青慢慢咀嚼了他这句话两次, 原来先说, 不怪你燕然经常说你这个人心不可测, 随后一句说话, 就要啟人心省回味无穷了, 汉少龙打量了他一阵就说, 想不到无意中, 可以和琴太傅聊一阵, 可惜我还要事去做, 但已经心满意足了, 是琴青觉得荣幸至对, 其实我也有事要和汉统领商量, 统领可不可以再给点时间我呢? 汉少龙其实没什么急事, 但怕着对他退退太久, 忍不住口花花要出言挑逗, 琴青的魅力的确非常惊人, 不是开玩笑的, 现在见到他似有情样无情的样, 他心一意, 即时忍不住口花花了, 哦, 原来还有正经事的, 我还以为琴太傅对我特别好一点, 啊, 杭统领啊, 你怎么可以对琴青说这这么轻薄的说话呢? 琴青的一面叫修, 是更加使人看得心动, 杭统领听到也感到很刺激, 因为换了以前, 听到他这么厚花花, 琴青肯定掉头就走以后都不敢再见自己, 但是现在呢, 似怒还起的神态, 却是见得憤怀动人啊, 好彩, 汉小龙还有一丝清明的理智, 没有继续口花花下去, 即时虎少说, 琴太傅千万不要生气, 是我糊涂了, 哎呀, 好彩, 现在口没之难都没有过分得罪而已, 琴青小小声说, 还是讲回正经事啦, 昨天太后呢, 我提及处非的人选, 还问我意见, 太后有什么意见呀? 琴青行前两步话, 他说, 吕不韦呢, 跟他讲了很多, 如果处军迎娶楚国的小公主的好处, 那就可以破解东方六国的合纵了, 但是, 以陆公, 随先那帮大臣就非常反对, 所以使他有点犹疑不缺, 汉少龙走一走眉头, 那琴太傅给了什么意见他呢? 琴青跟他说, 正主君年纪还小, 但是, 已经很有主意和见地了, 不如问下主君的意见吧, 汉少龙领领头叹一口气, 我想太后一定会拒绝顺问储君的意见, 琴青都觉得很奇怪, 你怎么会猜得到呢? 汉少龙看一看他, 不由自主地, 又迫前了一点点, 使两个人距离更加接近, 他有一点放肆感, 借着两个人高度的差异, 偷看对方的骚空, 然后才说, 这些叫作策心虚, 这一段时间, 他一定尽量避免见储君, 免是正主君问起他和路海的事业, 说这句话的时候, 汉少龙已经控到琴青的耳朵边, 琴青的当堂面都红了, 嗯, 我有点怕走气的, 汉少龙整身一阵, 哎呀, 当堂整个人醒了醒, 只得自己几乎情不自地侵犯了他, 即时吞后两步说, 哎呀, 我还是高退好了, 琴青的臉都红了, 默默地看着他, 但是一句声音都没出, 汉少龙马上那些招架不住, 琴太傅, 你怎么会这样看着我呢? 哼, 我看你还没有说话说出来, 但是呢, 又急着说要走了, 那是不是也算作策心虚呢? 汉少龙兄的感觉, 心虚不禁长叹一口气, 这个和几年齐名的美女, 不单止风之独特高贵优雅, 最吸引人呢, 是她的内涵, 每次跟琴青接触多一次, 都觉得琴青的美丽有人, 使人难以致辞, 正好似习人的美丽人, 道德上的问题 因为 秦青不是属于秦人的 而是属于他自己 汉小龙勉强压住 内心的冲动 潇洒地耸一耸一耸 求求 我都还未偷到任何东西 那怎会作刹心虚呢 秦青这个时候 已经回复冷静了 他说 汉统令你问心无愧就行了 怎样 你还未表示 对秦楚联恩的意见 汉小龙就说 对这些东西 我不是好在行 琴太傅 可不可以点醒活脏其中关键呢 秦青就说 你这个人呢 有时证明得非常厉害 好像未卜先知那样 但有时又糊涂得可以 除非的问题 当然关系更大 随先他们呢 都熟悉 这个储妃应该是陆宫的孙女陆丹尔 那就可以使未来的太子 有纯正的秦人血统了 而吕不韦呢 他就是蓄意破坏他们这个愿望 因为他自己本身又不是秦人 非望用这件事来激破他们秦人心态上的提防 汉统令你明白的嘛 汉小龙又敢先明白 为什么除非这件事会搞得吕不韦和陆宫他们这么紧张 因为其中是关乎到 好像陆宫随先这些大秦的种族主义者排外的微妙情绪 对于自己这个外人来说 当然也没什么相关 但是对于本土的秦人来说 他是代表着秦国王族的纯件 所以他们一定要跟雷宫位争过 在这件事上 一下搞不好 就会使小盆陷入非常不利的处境 琴清叹了一口气话 我愿太后千万不要闯出决定 至少你等一段的日子看清形势 才可以定下处非的人算 汉小龙点都点头 那倒是没办法中的办法 那个陆丹宫虽然生得漂亮 但是他人非常刁蚊 唉 处军娶到他 都不是那么好过的 琴清听到笑了 你遇到他们那帮女儿军了吗 昨晚就遇到了 噢 原来你整晚陪他们 我哪有这份行情啊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昨晚燕然一个人在园内吹烧 烧音之中淒怨激奋 让人听到都想流眼泪 你们是不是还将琴清当外人呢 不肯说出来 让我为你们分忧呢 汉小龙叹一口气 我们刚刚接到故人恶酷 但是这件事 只有燕然之道 琴太阪你明白了吗 我明白了 汉统领 想不想看燕然他们呢 他们应该起身的了 汉小龙望望天色 摇摇头说 唉 想不到担局了那么久 我都是 回去虎牙那里打个转 有时间出来看他们了 说完之后 汉小龙就匆匆而去 因为 他怕自己流落了一阵 又会和琴清 不知道教出什么事上来 他感到自己或者琴清 两个人都在一条非常危险的路上 偷偷地前进住 大家就来没有自制的能力了 当汉小龙回到 都其衙门的时候 路里面依然充满了 一条琴清甜蜜的回忆 唉 看来自己 在这方面真的够了软弱 不是打定主意 不再泄足情长的吗 但是在善由恶好传来 心情恶劣 切夜未免 宿醉未醒 这种最不适当的时机 反而情不自禁地 去尖野琴清 真是很没理由 人有时 对自己都很难理解 他对自己的行为 也都感到莫名其妙 如果琴清 带着一向的架子 向自己直戚其非 那应该可以相安无事 那应该可以相安无事的 偏偏这个 以精洁明文天下的绝代佳人 现在对自己的神态 曖昧 似乎欲拒还迎 他们两个人 本身这种微妙的关系 就已经有很强大的誘惑力 自己真是 弄得神思仿佛之羹 京俊很兴奋地走进来 三公 昨晚我钓到一条大鱼 你这堂 我们可以好好地 自育一下女不惟 杭小龙听到呃了呃 什么大鱼 京俊得意洋洋 你有没有听我女帮这个人 杭小龙清醒这些 细细声问 是不是女不惟家族的人啊 京俊又点点头啊 哎呀 她是女红的宝贝仔 这个家伙啊 不知道做什么 居然看上了 人家一个平民百姓的老婆 当街调戏 刚刚好 随先露果 这样才解了位 啊 这小子呢 还不甘心啊 人家对小夫妻已经离开咸阳城 避开她的啦 啊 她用漏夜带了十几名家长 追出城外截住人家 打伤了个男的 正要奸污个女儿的时候 被我及时赶到 将我和整班人当场捉住 喂 你说你条鱼够不够大呢 杭小龙听到觉得很奇怪 你为什么去得这么及时的呢 经济听到更加微飞式 没有笑着话 嘿嘿 你是不是叫涂工派人 密切监视着女傅那帮人的行踪的 他手下的人知道这件事 马上就通知了我了 我最清楚女帮的性格 他体重那样东西呢 从来都不肯善怕干忧 于是呢 派人监视他 这个小子果然被我捉住 今次真是够精彩了 依照秦国的法例 对于奸淫之人呢 刑发得非常严峻的 照将女帮送到刀律所 那他就怎么都逃不过缘分 最好就淹了他 嘿嘿 一想起女红的心痛样 那算是为善公主他们 出了一口恶气了 杭小龙想了一阵 又问他说 女帮现在压在哪儿 上府的人知道没有 京俊拉着他向后堂行去 说 昨晚我已经将有关人等 包括那些年轻的夫妇 全部都秘密运了来这里 女帮和他的人 被我关在刀柱南方的监牢里头 不过有个头痛的问题 这个小子恥口否认 将一切都推得一干二整 最糟糕的呢 就是那些受害的小夫妻 知道女帮是上过苦的人之后 惊起上来 不肯做正人 只是一味求我放他们走 说以后呢 他都不想再回来陷阳城了 杭小龙听到不敢觉得头痛 如果没有人证 被女帮反咬一口的话 可能会搞得骤身伪的 他走就眉头问 二哥呢 京俊叹了一口气 他今早看来的心情不是那么好 问了女帮两三句而已 就刮了他一巴掌 现在去了对那些小夫妻 软硬坚持 我只是怕他忍不住会打人 杭小龙很明白 藤逸现在的心情 就说 我看下二哥再说 那即时呢 就和京俊 走到后堂 那些关押那些小夫妻的内堂 走进去 一览过门盖 就听到 腾有那些大声骂人的声音 守在门口的污言住 他们 都是一面无奈的神色 不用说了 当然现在还没有结果 杭小龙进去 一见到那对年轻的夫妇 是啊 大家都同时感到很恶然 那对年轻的夫妇一同叫 恩公 杭小龙心想 又会这么巧的 原来那天 去赶赴途先的约会 在市集那里 遇到那些恶汉 追打那对夫妇 杭小龙当时救了他们 还赠送银两给他们 当时还叫他们 快点离开咸阳城 想不到在现在的情形之下相见 藤逸听到他觉得很恶然 你们学得杭大人的吗 杭小龙很诚恳的嘛 这些事迟些再说 你们两夫妻 几乎是奸人所害 为什么不肯作证指证他们呢 如果任由恶人逍遥法外 说不定 好快又有其他人 租他们毒手的了 那个叫做周梁的年轻子 跟他妻子互相对望了眼之后 毅然说 只要是恩公吩咐 我们两夫妻 就算为这件事没了条命 都没有半分犹疑的 藤逸听到很欢喜了 哎呀两位放心 事情过了之后 我们会派人送两位来去 保证没有人敢伤害你们 杭小龙就说 最迟天早上 言抗例就可以远走高飞 说完了这句话 他心里面 已经想好了对付吕雄的计划 因为当日赵线他们几个生死 吕雄就其中一位帮兇之一 现在又有一个 这么千载一时的报复良机 他怎么肯放过啊 各位 欲知后事如何 我们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